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总理骂他缺了经济或者是人口大省的履历有些难 实权副总理的概率高一些 这一位叫李莹的同学 谢谢你 杨天同学说 其实这个问题无关和其本质是至此习是否仍会维持之前的许多程序和规矩 如果唯一标准时任人为新任的话 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入场和王丁李李蔡陈等都可以是人选 任何人也都可能出场甚至撤场那就无从判断了 我的判断是基于多少会遵从之前的一些约定俗成 如此和就是入局截留的位置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网友啊 为这个何立峰进行的一些评点 下面就说到汪洋 那我看到汪洋这名字很有意思 汪洋大海 他自己啊好像也是在零海省份有不少的经验 特别是他在广东的经验啊 就为汪洋种下了改革派的这么一个美名 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谈一个话题就是 汪洋这个改革派先锋 到底是啊这个金玉其外还是有名有实 我们首先先说一下汪洋 汪洋蛮年轻的 而且呢这个仕途啊可以说是一路就比较顺利 之前就有叫娃娃市长 汪洋您怎么看 娃娃市长是郑小平给他一个评价 他在30多岁是安徽腾林市市长 这个汪洋啊不仅是相对比较年轻的 他长得很英俊 他实际上是一个出生于平安家庭 但是呢碰到了一个心爱的姑娘 这个心爱的姑娘还恰恰是当地的一个重要领导 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军员 地位比较重要 而且这个军员啊跟李克强的父亲啊 这50年代就是认识的朋友 中国时候有叫潘高枝 不能说潘高枝 但是那个时候是这个女的看中了这个男孩 汪洋 汪洋就这样一步一步晋升 甚至到20多岁的时候都没读过什么书 就成为了当地党校的党员 教育 你确实要神奇不神奇 那么他一路升上去还有一个奇迹啊 他是当了更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书记是谁呢 是他现在的部下刘七宝 他在这个安徽的时候呢 因为呢 喜欢看书 喜欢思考 长得英俊 对人比较非常的和气 友善 这是安徽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所以他就一路提拔上来 后来成为法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呢 是什么角色 是我认识的一个老人家的这个部下 后来这个部下呢 几次呢 也去帮助他设计这个方案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元老 那么汪洋在这个中国的两个地方工作过 一个是澄清 一个是广东 澄清的时候他的接班人呢 是薄熙来 两个人在接班的时候的那种表演啊 你真是可以发现 凭上这些关枪关掉的领导人呢 实际上他们有发现 非常灵合和机智的这方面 那么这个汪洋在广东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叫做什么 藤 龙换鸟 还是叫什么 是童鸟换龙 我忘记了那个词了 反正的意思是说 广东的产业要提升 产业要提升 当然在广东这个到底提升的怎么样 对后来的广东所形成的这种高科技的发展 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没有了太多的这个材料 不过一般来讲呢 汪洋他是一个相当的有包容性 相当的有开明性 甚至他一度的跟美国负责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给美国的很多的官员 都感觉到不错 他讲什么婚姻问题啊 什么篮球问题啊 我都忘了 他记不记得 什么中美关系是谈判 还是谈夫妻的问题 总之呢 就是说他会讲一点人话 会讲一点人话 他本来上一届的时候就被认为了 是常务副总理 甚至是总理 没想到这个时候给了他一个政协主席 正下这个主席的职位是解决了一个常委的问题 如果按照年龄和能力来讲 他来担任这个国务院总理呢 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呢 就是他的名气比较大 名声比较响亮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需不需要有一个人跟他能够平起边坐 还要跟他呢 甚至名声 改革名声比他更好的人 来当这个总理 他需不需要 这是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说 汪雅也不是说 非常非常有 改革意识名声非常小 但是他比现有的这些总理的人群 相对来讲 地位已经比较高 已经是常委 然后呢 这个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地方历练的关系 从国务院到安律非到澄清到广东 这种资历是非常丰富 那么也就是说呢 对于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来讲 是某一种平衡 那种平衡习近平要不要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那么另外要说到汪雅 那可能大家注意到的是 在新疆这个问题上 因为新疆现在也变成了 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点 那么汪雅呢 因为他在政协的工作 他负责跟新疆有关的事务 如果汪雅当总理的话 是不是有助于在新疆问题上 这个有 这个中国有个更可接受的 这样一个国际的面孔 比如说和这个之前的这个陈全国啊 这样的人相比 那不太可能 因为新疆的问题是政协负责的 他是中共中央 这个新疆领导小组的组长 原来这个组长呢是这个政华委书记 后来觉得过于强硬 周永康实际 就改成政协 从余政省的时候就开始 那么汪雅在新疆问题 他虽然是最高辅助人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西方并没有把目标呢 对比这个汪雅 一方面认为呢 汪雅相对于习近平和相对于其他领导人讲 在新疆问题他讲话比较柔和 比如他说我们各个民族的关系就跟十六子的关系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柳子 十六子 那么这个十六子抱在一起 对抱在一起 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是安徽的这个谁的家乡啊 他的家乡的当年的一个爱情的民间歌曲 也是当地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非常 就是说非常好的植物 那这个十六子就是从新疆到西北到这个陕西 然后再流传到了这个安徽 在安徽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务 您说那个民歌其实是黄色歌曲 也不能就是没有 如果不是黄色歌曲就没办法成为民歌 对情歌都是黄色歌曲 对 咱们怎么说到黄色歌曲 您接着说汪雅 这个我都不敢讲了 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是应该保持一点品质 是不能不能随便讲 我们讲的是十六 继续继续 我没办法讲了 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紧张了 一提到黄色歌曲 河北街上突然觉得很紧张 你像老江喜欢这个茉莉花开 那不就是当年就是地方情歌吗 对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民歌啊 传统来讲其实就是两种 第一种是劳动时候的耗子 大家呢一起有一个有节奏的一个韵律啊 这样我们在在干活的时候啊不累 另外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南欢女爱啊 这个这个这个风蝶戏舞这样的啊 这个这个爱情的歌曲 哎 蒋芒洋 结果咱们这个一跑一跑跑到了黄色歌曲 说到黄色歌曲想要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我记得以前有本书叫 如何鉴别黄色歌曲 对对对对对 你看 哈哈哈哈 其实其实这个也并不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黄色他也也只是一种人性的一种表现对吧 那并没有他也如果说不会被黄标 我觉得以后节目也可以对 怎么做 以后你们可以我太长啊我太长以后就可以 对吧 他们说在办事里面谁都可以讲这种笑话 只有一个不能讲 老板姐都不能讲 对要要要小心 对好 OK咱们呢说到黄色歌曲再说一说汪洋啊 这个汪洋呢曾经有一句话哎刚才呢 我们这个导播其实也给大家展示了啊 南方都市报曾经头版上有汪洋这句话 叫做必须破除人民幸福 使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啊 这句话呢当时引起了很多讨论 不知道想要为什么想到这句话了 因为我搜就是我在找跟汪洋有关资料的时候 这个这句话或者是当时十多也就是十年前的这个事情 很自然的就成为了搜索的那个名单里面的排在前面的 这是2012年的时候 当时的汪洋还是广东省委书记 他在他应该是在两会上 他是在在其他的会议上 他提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 党代会上 党代会上 他必须破除人民幸福 使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那么这无论是这句话还是刊登这个话 把这个话和汪洋的头像作为头版的这个 南方都市报都似乎都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 是成为了上一个时代的一部分的记忆 对啊 那么想到了汪洋想到了啊 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那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是通过工作而来的 但是啊不仅要工作也要休息 所以呢今天反复强调就是大家必须休息 这呢也是趁和平先生在 将和平先生进行的抱怨啊 实在工作太辛苦了 之前说你昨天讲的一家网友就开始抱怨我啊 这这事情就即使小杨作证了 我几乎每一次都在办公室说啊 李奇博士请休息请休息 是不是啊 没有他表面这么说然后随后就布置任务 哎但是我们要感谢一下网友啊 我们有位叫做艺人的网友 今天呢加入了今日华尔街的会员 谢谢你艺人 而且他今天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啊 赞赏小杨和李奇说你们为这个虾兵虾将啊 发声 但是呢就不提老何 老何就生气 就自己给自己打赏了 原来他说了向何老板道歉 原来他故意把盒子写错了 就不直接上我道歉 写他那个和平的何老板道歉 后来觉得心里面还是有所内疚 就加入了会员 直接加入了想点就 不是想点就点 加入了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会员 哦对啊 对 今日华尔街 我老是想到我自己 我们去牺牲了和平的人 而且他昨天提了一个问题啊 在想点就点 他说我又加入了今日华尔街的会员 又加入了想点就点会员 你说要送给我们的这个六道博尔币 如果我两边呢 加入了以后 是不是我两边都有奖励呢 应该是的吧 那肯定是的 按照经济学来讲是的吗 那当然应该是 你觉得应该吗 因为双倍的快乐 那应该是 ok ok 你也明白了吧 昨天我是在想点就点说 至少我们想点就点会给你奖励 对 他们两位这个今日华尔街说 也会给你奖励 对他们今天啊 我们大概啊就聊到这么多 今天啊我们简单看啊 先聊了有关于于 被测核酸的话题 又聊聊现在啊 四川啊节能限电 突然的南方出现了汉情 北方出现了洪澳 这样的一个事后 最后呢 我们又在啊这个人事这个环节 大家讲了一讲汪洋 那么大家说哎 为什么最近不断要讲二十大人事呢 其实这呢也是我们进行的某一种预热啊 那么此前呢 我们也多次为大家介绍 未来呢 在对于有关于政治事件的预测 政治事件的探讨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能够有更多的 有责任的 有价值作背书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所以啊现在呢 我们也在这个推特上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民调调查 看一看大家对于二十大人事的认知是如何的 但是未来呢 我们可能会把类似的这样的小游戏啊 移步到另外的一个自建平台上 那么如果您愿意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预测 进行价值的担保的话 如果您预测又是正确的话呢 有可能可以获得初步的奖励 未来呢 参与的形式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您不断关注我们这个环节 那么也许呢 在未来某一天 大家突然发现怎么推特上面没有民调呢 那就是我们已经移步到一个自建平台上了 但是让具体的形式呢 我们现在要先留下一个小悬念 等到正式上线了之后呢 我们再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论坛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的ZD集小杨与和平先生跟大家到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